在这里我们直接还是通过用玻璃来进行删除 选中它的面需要被删除的 这一边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这里 删除之后选择它的开口 这里 然后这边也有 然后 还有正门的这边和这边 对它进行一个封口的处理 这样就将刚刚缺口进行了补上 补上之后刚刚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在这里 还要进行一下删除 刚刚没删掉 删除之后我们切换到尸体 在这个地方它的面是黑的 因为它现在缺少一个面 选中它的开口 F2 F3可以看到选中的时候它呈红色 F3 然后对它进行封口的处理之后 这个面就补上了 踢脚线也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只用将我们的门和它的家具 进行调入 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基本的建模我们已经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导入我们已有的模型 比如说像门 沙发 茶几 然后还有我们的餐桌 这一部分的 首先我们来导入我们的门 这是我已经下好的Max文件 找到它的Max文件 然后直接将它 拖拽到我们的Max里面 然后松开 点合并文件 点Open 在这里它的材质有一些黑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给它更改一个木门的材质 然后我们来开始处理我们的每一下门 首先我们可以先来 放这一道门 将它孤立出来 将它的位置摆对好 摆对好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一个FFD的命令处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它炸开 然后重新来对它进行一个乘主 反选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摆放好了 摆放好了这一下门之后 我们在依次的往这边开始摆放 同样的旋转一下 因为每个门的大小不一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 这个高度要低一些 然后是这边的这扇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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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这边看 好 好 接下来是旁边的还有一扇门 我们将每一扇门都一一摆对好 摆放好了门之后 现在我们接着来摆它的餐桌 我们将我们已经下好的餐桌模型 直接拉出来到我们的Max里面 进行打开 同样的进来之后它的材质比较黑 在这里我们也给它更改一下 我们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对照我们的平面的布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餐桌是这样摆的 我们来摆一下 应该是 先左右对称一下 然后让它落到我们的平面上 这里还插一个板凳 我们可以将主进行打开 复制一个板凳到这边 进行旋转 在复制的时候我们要选中它的整体 在这里 重新盛队 重新盛队 这样我们的餐标 这样我们的餐桌就摆放好了 摆放好餐桌之后 接着我们来摆沙发和我们的茶几 同样的选中 同样的选中我们已经下载好的沙发的模型 哦 这个点错了 重新取消 这个就是我们下载好的沙发的模型 因为它的贴图都丢失了 所以我们 看起来模型都比较黑 我们可以 给它换一个材质 在这里 感觉 模型比较偏大 我们来缩放一下 同样的要让它落到我们的地面上 部份 把它断除了 边缩放在这里 正面 是 在这里他们的贴图都丢失了 所以看起来比较黑 然后我们再来放我们的电视墙 这个是我们刚刚的一个桌子 好像摆到不该摆的位置上 进行一个删除 对这里要调整一下 沙发摆好之后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竖模的处理 直接写沙发 这节课因为我们只是讲模型 我们可以用竖模来代替 然后是我们的电视机和它的一个电视柜 选中我们的模型 直接往里面 脱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在这里觉得它是黑色的看不太清楚 可以在这里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在这里来摆放一下它的位置 在摆放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再进行摆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颜色选择 因为我们刚刚倒进来的模型是一个黄颜色的 在我们的工具 在我们的编辑栏里面有一个选择 按颜色 它会选择它的线框是同一颜色的物体 看这样它可以直接选中它们 对它进行一个乘组 对它进行一个摆放 这样电视墙就摆放好了 这样电视墙就摆放好了 电视摆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还要插的就是有一个洗漱台 因为导进了模型之后 比较卡 所以反应要慢一些 在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洗漱台 在我们的平面上 我们能看到 所以 来处理一下 对模型 进行摆放 使数台 倒进来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还有一个马桶 我们暂时不需要马桶 将它的组进行截阻 将马桶进行删除 这个东西也可以进行删除 留下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然后将它摆放到这里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这里还要做这个东西 如果中央有关aya 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在制作室内的时候 是遵循这样一个原理 一般的需要人工来制作的 我们都需要在建模的时候建出来 比如说电视墙 有的电视墙它可能是设计的 然后我们需要自己来做 如果它是摆放的 那我们可以掉模型 比如说沙发这种 我们平时可以掉模型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掉模型 在做的时候不用来进行绘制 比如说餐桌 然后洗漱台之类的 门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外部来掉文件进行导入 但是室内的一些结构 这些是不能进行导入的 所以我们要亲自动手来做一下 还有它的一些造型 然后还可以摆放一些灯之类的 这样我们的室内基本就差不多制作完了 在室内制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的吊顶是非常重要的 要把吊顶的造型做出来 还有就是一些装饰线条 一定要仔细的绘制它的一些剖面 然后还有它的踢脚线之类的这一些造型 结构是绝对不能扫的 然后就是一些家具的摆放 在家具的摆放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它的一个平面的摆放的位置来进行摆对 然后就是最后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模型上面的吊顶进行封起来 刚刚我们已经有过的那个 要直接将它封起来 室内的建筑是不能漏光的 因为漏了光对以后的渲染会出现问题 所以在制作室内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的将每一条缝隙都连接起来 不能让模型进行漏光和漏缝的这样的问题 这节课的室内就基本讲到这里 这节课的室内就讲到这里